这期我们来讲讲田汉,日语念作Dankang。 大家对田汉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就是国歌的词作者嘛。 但其实田汉主要的成就不是写歌词, 而是促进中国现代话剧的诞生和传统戏曲改良的方面。 文学史一般不专门记录戏曲, 所以我们这次还是主要讲讲田汉的话剧作品。 在进入正题之前, 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现代话剧的诞生, 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一直到1930年代之前中国话剧发展的历史。 中国话剧的萌芽要追溯到1899年, 当时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学生, 在外籍教师的指导下, 在圣诞晚会上用英语和法语表演了一出自编自缴的时事新剧。 这种既无唱功,也无做功, 与传统戏曲完全不同的表演形式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紧接着,第二年南洋工学的学生, 又用汉语以同样的形式演了另外一出与时事紧密相关的新剧。 新剧演出和改良的问题也随之进入中国公众视野。 另一方面,20世纪初的日本正好处于新派歌舞纪发展的黄金时代, 以异补身为代表的西方话剧也非常流行。 在这两大热潮的影响下,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试着以此为母版创作新剧。 其中最早的新剧团体就是1906年在东京组成的春柳社。 他们先是改编出演了TSPAKI HEMAN,也就是茶花女。 后在1907年又出演了黑奴玉天鹿, 也就是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 春柳社的黑奴玉天鹿一登场就大受好评, 观众累计多达3000多人, 连日本戏剧评论家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可以说是不管艺术价值还是影响力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因此,现在一般都将春柳社的黑奴玉天鹿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起点。 几个月后,国内的知识青年受春柳社的影响, 在上海结成春阳社,同样上演了新剧《黑奴玉天鹿》。 而春阳社的基础正是之前提到过的学生新剧, 这类新剧在当时被称为文明系。 随后,国内趁着这股风潮成立了大大小小各种新剧团体, 比如1910年成立的进化团, 1913年成立的新名社,明明社, 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话剧的发展。 1914年4月, 曾在日本留学并参与过春柳社的陆敬若回国 建立了新剧同志会, 他们先是在各地巡回演出, 后落脚上海, 并将他们长期演出的舞台命名为春柳剧场, 标志着中国话剧, 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期。 1918年, 新青年推出《一补生专辑》, 介绍并全文翻译了《玩偶之家》, 并服以胡适的解说, 首次面对国内的读者, 全面体系地讲解了西方话剧的情况。 不久之后, 又推出了戏剧改良专号, 从内容、情势多个方面, 抨击中国传统的戏曲, 提倡写实主义戏剧。 1919年, 胡适模仿《玩偶之家》创作了《终身大事》, 可以说是在抨击传统戏曲之后, 为中国话剧发展的方向树立了一个典范。 在这股热潮的影响下, 由业余爱好者组成的话剧团体, 在北京、上海两地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 其中最有名的, 要属1922年创立的上海戏剧《鞋社》, 他们排演的《少奶奶的扇子》, 是男女合作出演的, 打破了中国传统戏曲的禁忌。 1924年, 田汉创办了《南国半月刊》, 这本杂志主要刊登剧本和批评文章。 虽然短短四期就宣告停刊, 但为他后来创办《南国社》, 乃至《南国艺术学院》奠定了基础。 1926年, 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阮上元、 赵泰谋、文一多等人发起了国剧运动, 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戏剧改良宣言, 将爱尔兰戏剧的发展经验视为母版, 推崇重视艺术价值而非思想价值的戏剧。 1928年, 田汉将《南国社》发展为包括文学、绘画、 音乐、戏剧、电影等五个专业的综合性艺术院校, 南国艺术学院。 同年, 剧作家洪生提出, 为了避免混乱, 将新剧、文明戏、爱美剧、白话剧这些同一词、 敬意词同一起来, 称为话剧, 以区别于中国传统的戏曲、 还有歌剧等表演的形式。 话剧这个概念也就词固定了下来。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大家可以发现, 在中国现代话剧诞生之初, 就一直伴随着田汉这个名字, 同时也会发现, 它的贡献不仅限于剧本创作, 而更多的在于创办杂志、 组织演出、 建立剧团、 开办学校等方面。 这一点很重要, 文学史记录的不只是小说家、 诗人这样的内容创作者, 也包括了一大批曾经一度影响, 甚至改变了文学发展历程的人, 比如文学评论家、 理论家、 文学运动的发起人、 相关制度的制定者等等。 同样, 我们在研究、 分析一个创作者, 尤其是像田汉这样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在更大的领域发挥文艺作用的人的时候, 也要尽可能从多个方面来考察、分析。 说回田汉的生平和作品, 田汉1898年生, 1917年留学日本, 与同期在日本学习的 郁达夫、郭沫若认识、 结交, 并同样是创造社的一员。 1920年回国, 1924年办南国杂志, 后建南国社并发展为南国艺术学院。 这部分在前面讲画质诞生时已经讲过了, 这里就不赘述了。 进入30年代后, 他开始积极参与政治, 并以发起人的身份加入左联, 32年正式入党, 参与党队文艺的领导工作, 开始创作政治宣传类型的作品。 抗战时期, 他非常积极地参与文艺界救亡工作, 从上海到长沙再到武汉, 一直到桂林, 始终活跃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最前沿。 新中国成立之后, 田汉先后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文化部戏剧艺术局局长等职位, 期间除了话剧之外, 还改编撰写了大量金剧等传统戏曲的剧本, 比较有名的有《谢遥环》、 《白蛇传》等等。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 他就被打成反革命修正分子, 被认为用改编的历史故事对社会主义发起进攻而被捕, 先是关在秦城监狱, 后在保外就医时因为拷打和重病而死。 最后集中介绍一下田汉的话剧作品, 田汉早期的作品, 也就是二十年代初的作品, 受西方新浪漫主义戏剧的影响很大, 重视直觉、幻想和想象, 地球用抒情和表现来呈现人生的内面, 比如他的成名作《咖啡店之一夜》, 描述的就是青年学生因婚姻无幸而产生的迷茫和痛苦, 抒情内意味很浓, 这与创造出了初期的风格是一致的。 回国之后, 他作品中现实主义的要素逐步增强, 与原有的抒情性相结合, 达到了极高的艺术高度, 比如1924年的《霍虎之夜》, 写青年男女追求自由恋爱, 但因为封建家长的阻碍, 最终以悲剧告终。 故事情节虽然谈不上有多新颖, 但大段的内心独白, 将主人工的心绪表达得淋漓尽致, 非常感人。 再比如《明幽之死》, 讲的是金剧艺人刘正生, 重视戏德、戏品, 对待金剧艺术的态度认真严肃, 但他的徒弟小风仙 在小有名气之后却心缘异马, 喜欢在社交上下功夫, 违背师父的意愿 跟恶霸杨大爷在一起。 刘正生遭到杨大爷的暗算, 又眼见艺术遭到践踏, 最终凭病交加, 心力交瘁而死。 这种不畏艰难困苦, 热爱艺术, 却受到现实和命运, 无情打击的形象, 还出现在苏州夜画里。 其中主人工老画家, 13年前因为军阀混战和妻儿离散, 13年后带学生来苏州写生, 遇到一个卖花姑娘, 言谈之中发现她就是自己 失散多年的女儿。 这个时期, 田汉话剧创作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用浪漫的手法表现现实问题, 塑造人物。 情节乍一看, 与新青年提倡的 一补绅士的写实主义社会问题剧很像, 但主人工往往是理想主义者, 追求的又是不可名状的 零肉冲突的伤感情调。 按照田汉自己的话来说, 他的话剧属于南国式的浪漫主义。 进入30年代后, 田汉的话剧创作 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反映工人生活与斗争, 比如美语等等。 二是抗日爱国主题, 尤其是31年918事变, 至37年卢沟桥事变。 他一连写了20多个抗日宣传剧, 以及以抗日为背景的社会问题剧。 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是《回春之曲》, 故事讲述的是一个 在南洋教书的爱国华侨回国抗日, 在激烈的战斗中, 撞到头失去记忆, 连前来照顾他的女友都不记得了。 经过三年的疗养, 在女友的照顾下, 主人公恢复了记忆, 并在全月后发出了 要将抗日进行到底的护声。 这个剧将主人公个人身体的回春, 与他与女友两人爱情的回春, 还有渴望祖国在抗战中回春, 这三个回春统一在了一起。 而且比起同类的作品, 抒情意味更加浓厚, 艺术上的成就也更高。 而四十年代, 舔汉的话剧代表作 有《秋生妇》和《丽人形》, 其中丽人形打破了西方话剧 《木的切割法》, 仿效中国传统戏曲的形式, 将全剧分成21场, 用报告员的报告 将三条线索串联到了一起, 有效地扩充了话剧的容量。 后来还有不少剧作家沿用这种结构。 《丽人形》,